Hi,在这一期的视频里面 我想跟大家分享2022年我的第一把新吉他 PRS Word Library 509 Zither Harp 关于这把吉他的介绍呢 我会分两集来做 这一集主要是向你们分享 我为什么会买这把PRS Word Library 509 然后就是简单介绍一下这把吉他的配置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很想拥有一把带有摇把的PRS吉他 主要是用来干活用的 那么所谓干活的意思就是录音演出 通常这种干活的琴啊 我们会叫做section吉他 那么能作为section吉他的特点 就是他可以提供更多的音色选择给吉他手去满足不同的音色需求吧 然后在三月底的某一天呢 我跟几位都是搞音乐的朋友一起去了广州本地一位非常有才华的音乐制作人 音乐人郭一科老师工作室里面相聚 因为通常我们几个隔一段时间都会聚一次 那么在郭一科老师的工作室里面有一把PRS 513 我记得我自从拿起了他那把513之后就一直放不下来了 因为真的很喜欢 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要买一把509 为什么会是509而不是513呢 因为我觉得513的时音器切换太复杂了 而且我根本不需要13种音色 513的意思就是5个时音器13种音色嘛 那509就是5个时音器9种音色 虽然基本上确定要买509 但是因为真的没有试过我不知道它的音色是怎么样的 所以呢我在官方的PRS这个论坛上发帖去提问 就是说在PRS里面最全能的是哪个型号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513跟509有什么不一样 在音色上 好了那么关于第一个问题 回答基本上就是513或者是509 公认的最全能的型号了在PRS里面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现在我有509了 再回想起过一颗老师的513的音色的话 那么我会比较赞同 基本上同意就是网友啊 国外网友给我的意见 那么509它的output的时音器output这个出力 会比较小一点的 比513小 然后音色更加vintage 那么有位网友就说 他觉得509的轻音会比513的好听 那么这个我就暂时不敢说因为我真的没有同时AB对比 接下来就是我在网上疯狂的搜索PRS509 咱们国内的某宝 日本的韩国的美国的欧洲的guitar shop 就是琴航 基本上大部分吧都搜了个遍 因为由于我自己是一个比较picky 也就是比较挑的一个人 就是我对外观挺重视的 我也注重内在 也注重外观 其实在之前的视频里面 我就介绍过自己是一个非常肤浅的一个人 对不对 所以对这个外观有比较高的要求 可能有一些其他手对这个颜色啊 没什么所谓的 我自己会很有所谓 基于这把509型号呢 他这个实音器是黑色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很难找到一种颜色可以很好的搭配这个黑色的实音器 所以我找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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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看不上其实是 然后呢 在一个偶然的机遇下 在美国的某一间guitar shop 琴航 就找到了这一把 就看上了这一把 就是当我一看到那个图片 就是说哦就是这把了 然后我看到它的重量是7.18 我的天啊 就是说我要要定你了这样子 因为大家对我有所了解的话就知道 我对重量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就是说不能太重 我最喜欢的重量大概就是7磅左右吧 那么当然不是说 并不是说重的吉他不好啊 我只是比较喜欢轻一点的吉他 OK 那么现在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这把PRS 509 这是2021年的琴全新买回来的 Wood Library 10 Top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Top 跟我之前两把就是另外两把PRS的Top 是不一样的那个木头的纹路 我调一下角度啊 好 那么 或许你们会知道Wood Library系列的吉他呢 它在配置上会有一点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把吉他的颜色叫做Mesh Green 那么我相信只有在Wood Library或以上的 这个系列里面才会有的颜色 在Core Line里面我是 我应该到目前为止没有看过这种颜色 说一下这个情景 情景是Mahogany大家都知道的了 但是这把是Figure Mahogany Figure Mahogany 对 是有纹路的 有木头纹路的这个Mahogany 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看得清楚啊 就是我在弹这把吉他的时候就觉得 哇 好漂亮 就看他的背面是木头的纹路 就哇 好爽 好 那么 现在说这个Fingerboard这个纸板呢 用的是African Black Wood 那么直译到中文 应该就是非洲黑幕了 我觉得在音色上 非洲黑幕跟玫瑰幕的区别还是挺大的 非洲黑幕会更硬 然后punch 更强 叫punch啊 然后更加通透 音色真的很通透 那么玫瑰幕我会觉得它 比较有点软软的感觉 然后比较温暖 如果你们问我哪一个木头会更好听的话 我的回答是两个都很好听 就等于说两道不同的菜 味道不一样 但是都很好吃 嗯 两美 然后我来介绍一下这把吉他的配件颜色 英文也是挺特别的 英文叫做smoked 那么背带扣我已经换了strap knocked 那么颜色也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你们看一下这个 不知道你们看得清楚啊 如果刚才你们看这个演奏视频 我相信应该会看得到 这里的配件 这个摇把 琴桥 摇把 然后 tuning keys tuning keys 都是smoked的颜色 耶 好了那么现在我来介绍一下509的实音器 还有实音器的切单系统 其实509就是结合了513跟408 你们看上去509的实音器在外表上跟513是一模一样的 没错外表是一模一样 但是里面不一样 就像刚才我所说的 509的这个出力啊 这个实音器的出力是比513小 然后呢音色会更加vintage 好那么这个实音器的这个档位的切换跟513也是一模一样的 接下来 实音器的这个切单系统跟408和horse guitar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所以切单之后的音量呢是几乎没有很大的区别 我会说 呃音量的区别不会超过两个db 509这个型号的情景叫做pattern regular 那么如果没有错的话 绝大部分的prs吉他的情景应该都是pattern 那么pattern regular它会比pattern更薄一点 呃那么其实两两种情景都很舒服的 但是我个人呢会更喜欢pattern 就是我比较喜欢比较肥一点厚一点的情景 好然后说一下这个509的有效弦长是25.25 呃非常接近就是一般的strap strap就是25.5对吧 那么所以呢呃对于这把吉他就是509这个型号 我自己的感觉会呃挺认同很多网上 就是网友拥有过这把吉他的呃说法 就是说这是一把superstrap 然后呢瑞士军刀就是非常全能 OK那么在下一期part2的部分 我会拿我的fender master buildstrap 和tally跟这一把509做音色上的对比 因为我自己也很好奇会怎么样 所以我们下一期见 C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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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ao